第七百三十一集 云华急诊中心一直忙碌到了晚上十点钟 才渐渐地安静下来 到了这个时间 闲着也是闲着的病人基本就消失了 有点小伤小痛的病人懒得来医院 使得就诊的病人大量减少 除了儿科和产科以外的科室 也基本都放松下来 贵陪生和小住院医们趁机忙着补病例 主治躲到不为人知的角落里补眠 护士们从热火朝天的聊天状态 转为了默默刷手机 还是刷手机更快乐 左词典不好意思地 在凌然和一群年轻人面前刷抖音 于是找了颗绿罗无聊地玩弄着 晚上十点钟的绿罗 也是一副困卷的样子 卷起来的叶片拨弄半天都不会竖起来 左词典特意揪了片深绿色的绿罗叶子 比起它旁边的嫩牙 深绿色的绿罗叶好似化了浓妆 更绿却又绿得太过 好似爱蹦迪的钟老年 技术或许是更好了 但并没有人在乎 哎呀 你也不容易啊 左词典放松了手指 让扯回来的绿罗叶弹了回去 已步入老年的绿罗叶颤微微地抖了两下 就停住了 一副弹性尽失的样子 笑什么呢 牛护士今晚值班 盯着左词典的老眼袋看了会儿 调侃他 是我记错了还是怎么样 感觉你这个眼袋更重了 呀 看得出来啊 一周一值班刚开始还行 现在是越来越累了 你可以给林医生说说 他现在人手多 说不定给你少排几天 牛护士说着闲话 他的年龄和左词典差不多 与小护士们已经有点聊不到一块了 能聊的一声也不多了 左词典喝了口热水摇了摇头 不能少排班啊 我少排班了 其他人就要多排班 那怎么行 他依旧是个住院医 就得履行住院医的职责 在基层混了多年的左词典可没有自信 自己就是特殊的一员 又老又皮 并不是怨或其他人的错 是他的属性 牛护士其实也就是随便说说 于是再笑笑 你们医生还好 至少有个盼头 我们做护士的 除非到护士长 否则呀 该排夜班的叫排夜班 一天都逃不掉 还可以嫁个好老公啊 那倒是 我老公要是银行行长 我也不上夜班了 银行行长的老公 是云医护士圈里新出炉的新闻 因为老公晋升了行长 胸外科的某护士 立即告别了苦逼的夜班生活 只做白班 不干活也行 现实地让人气恼 左词典却只能笑笑 医生和护士在这方面就不一样了 即使他的老婆是银行行长 能决定一年几千万 或者上亿元的医院贷款 他该值班的还是值班 当然 前提是他还有老婆 诶 左医生 有病人来了 护士过来通知医生 左词典立即说道 好 我去叫林医生 直接喊三项啊 唉 林医生说了 来了病人直接找他 他今天想多看几个病人 左词典说话的态度都是恭敬的 尽管凌然并不在跟前 牛护士看着想笑 人家说什么你就当真啊 林医生也许只是客气客气 你见过林医生吗 牛护士笑出了声 得 我赶紧去通知啊 左词典摆摆手就走 这时候前来通知的小护士一阵懊恼 连忙跟上 我去好了 左医生 你先休息吧 不行不行 哪里有喊上级医生来干活 下级医生休息的 左词典跑得飞快 表达得也很清楚 我不是抢你献殷勤的机会 我就是一只单纯的老田狗 一会儿 凌然就从休息室里出来了 韩羽他们走了 凌然看看左右 问了一句 都走了 也不能让他们一直在处置室里赖着呀 林医生也多多休息啊 这样的小病 就没必要跑出来看他 今天抽空睡够了 凌然今天确实是睡了两个小时 加上精力要记的作用 睡都睡不着了 牛护士只当她是睡的时间够久 就不再多言 就跟着凌然过去帮忙 左词典一时联盟出来伺候着 来看病的是个晚上摔倒的倒霉蛋 自己坐出租车过来 用手捂着额头 还有些脏兮兮的 此时 她看到凌然左词典和牛护士的组合 不由一愣 我伤得有多重啊 凌然让她把手取下来 一边给清洗一边说道 十厘米长的伤口缝起来就可以了 十厘米下 病人用手比划了一下 有些发出 我以为最多就七八厘米呢 那你摔之前应该和石头商量好啊 是台阶 病人说着自己也笑了 接着就痛得滋溜滋溜的 凌然给她好好地缝起来 用的还是简张缝合和皮内缝合的手法 愈合期间好好注意些 就不会留下太深的疤痕 几分钟的时间 凌然就完成了缝合 再将包扎开药打针之类的火器 交给左词典 凌然就起身在处置室里 漫步活动起来 解除病痛的任务进度刚到三百分之十一 眼瞅着离完成遥遥无期 凌然也就不急了 事实上换一个角度来看 一天就完成了任务的三十分之一 这任务做的本也不慢 终极宝箱能拿到的东西都是相当实用的 弄不好就是一个完美级的小技能 或者大师节的大技能 比起普通医生费尽心力的练习 快得不知道哪儿去了 而且若是任务的完成 放到多日里来看待的话 做完就算是解除病痛了的缝合 与三五日才出院的胆囊切除术 也没有什么大的差别 凌然这么考虑着 也就不追求急诊的类型了 一个晚上都坐镇急诊科 来者不拒 一个人承担了差不多三分之一的诊量 大大缓解了急诊室的压力 现在的三家医院 晚上的急诊室几乎就没有人手充沛一说 有凌然上阵 哪怕是小龟陪头乐意的不行 毕竟正常人是要睡觉的 凌然甚至有点享受晚前的急诊室 有病人没人抢 只为还安静 简直是再舒服不过了 一路坐到凌晨四点多钟 凌人看了不下二十个病号 才算暂停下来 处置室里没病人了 哎呀 总算可以休息了 左词典哀叹一声 瘫在椅子上都不愿意起来了 比他年纪小的如周医生 甚至资深住院医正培 此时都睡得昏天黑地 唯独四十二岁的左词典 依旧是低年资的住院医 想找个打下手的都困难 行了 你去睡吧 再来病人也交给其他人了 凌然活动着身子 决定去洗个澡 然后去医院外觅食 精力药器的效果还没过呢 睡也是睡不着的 左词典响坚持一下 奈何身体不给力 就只能默默地硬了 有些羞愧地回休息室补眠去了 凌然十多一番 自去云衣外的巷子里溜达 与下沟类似 云衣周围也有商业结实的小巷子 那有小超市小餐厅 一有凌晨五点多钟就开业的小吃店 凌然寻了家 看起来干净的店面坐下 又要了豆腐脑和油条 就慢悠悠地吃起来 豆腐脑的味道普普通通 略偏酸一些 却是开胃 油条有点粗傻 外壳略干 咀嚼起来却很脆香 凌然全坐休息 享受时的用了一刻钟的时间才吃完早餐 看看手机凌晨六点零一分 凌然正要将手机收起来 就听手机嗡嗡地颤动两声 一条新的短信发送了过来 再打开看 却是去了八寨乡的项学名发来的 林医生 我乡水利局长的夫人 左手指指半离断 正在开往云医的路上 恳请林医生出手相救 我陪同前来 项学名 凌然正准备回去 于是回了信息 好的 我去手术室做准备 多久等 大约一小时三十分左右 手机另一端 掐着时间发信息的项学名 不由常常舒了口气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喜欢 记得订阅 第七百三十二集 项学名坐在救护车里 面容冷静 看着不似刚毕业的学生 反而像是多年的老医生似的 同车的水利局局长 看着老婆紧闭的双眼 又看看受伤的左手 小声说道 项医生啊 有血渗出来了 项学名看了看 同样小声道 没关系的 等到了云医 很容易就处理好的 好 这次麻烦想一声你了 局长华涛也是个刚四十岁的样子 眉头拧出一个圆形 在穷乡僻壤任职的好处是 当地的人头熟 办事容易 生活工作都相对舒心 坏处则是与外界的联系不紧密 在八寨乡 华涛至今还被叫做水坝王 实惠不多 尊敬却不少 然而 一旦离开了八寨乡的地界 华涛这名副科级干部就麻瓜了 他认识的几名医生 急切间都帮不上什么忙 反而是项学名介绍的云医灵然 网上一搜 就出现了无数的相关介绍 华涛刚才在路上看了一会儿 心情都平静了下来 再看他以前不太搭理的 仓平区医院八寨乡分院的医生 话涛不由地送出笑容 今天第十八次问出同样的问题 能不能圆没圆样地缝起来啊 是这样的 由林医生来做的话 术后恢复的效果都很好 我在云医的时候 林医生一个月就要做几十例的 断职再职和汤发缝合 夫人这样的只能算是轻正 缝过的就是不一样吧 局长夫人一下子睁开了眼睛 会有点痕迹 要是伤的位置不好的话 手指可能会比之前短一点 因为要去掉一点骨头 林医生的断职再职 在长西省内都是数一数二的 之前有一个小孩八指离断 都被缝合好了 后面来医院我还见了 手指不细看根本看不出来 使用起来也没有任何问题 用钢笔打篮球画画什么的 都不受影响呢 哦 好 一会儿要麻烦向医生 你给说说好话了 啊 华涛说着求人的话 在巴宅乡 他做事都不用这么小心翼翼 更别说是对一个医院的小医生了 可在云华的地界 张涛今天还真得指望向寻明 在拐着弯找人 也不如找这个林医生 之前的下属来得直接呀 向寻明笑着说 嗯 那是一定的 你也别太担心了 切到手确实严重 但比这严重的多的情况 我们都遇到过很多次了 哎 是是是 我明白 你们医生见到的病 肯定是多了 就是自己遇到了 嗯 华涛又说两句 感觉心绪平复 才慢慢消停下来 救护车下了高速 再经过一串的红绿灯 方才抵达云医 向寻明指着巴宅乡的救护车 到接诊门 再跳下车 仰头望着透明的玻璃顶 以及玻璃顶 更上方的急诊楼 玻璃啊 左辞典从接诊台小跑过来 笑呵呵打着招呼 哦 左医生 今天是你之前啊 向玻璃嘘了一口气 哎呀 可不是 忙了一晚上了 左辞典哼哼唧唧 再确认了尾门下 抬车的病人的状态 然后一边推着一边说 家属接得去办手续和缴费 病人有什么过敏史吗 青梅素 糖尿病 没有没有 都没有 就是有一点高血压 华涛连忙说着 向玄冥等他说完 才给补充了一句 有做过蓝尾炎手术 六小时内无进食 有饮水 行 手术室已经准备好了 直接进去吧 林医生在休息室里 左辞典说到这儿 再对华涛说 向医生带来的人呢 就是我们的人了 你放心好了 好好好 辛苦你们了 回头请你们喝酒 吃野猪 野生鱼 他老婆一边疼 一边气的 老华你就知道喝酒啊 这不是跟你说话呢吗 华涛说话间被护士拦下来 只能目送老婆被推进电梯 再在后面招手 我去交钱 老婆 你别怕啊 电梯门关 水霸王华涛的手 也不禁抖了起来 我一会儿过去手术室看看 没事的 向玄冥跟着灵然的治疗组 做了那么久的实习生 虽然不敢说积累了多少人脉 但至少人头是熟悉的 看看手术什么的都没问题 正在紧张中的话涛 赶紧拜托向玄冥 等心情稳定了一些 才去交钱办手续 再拿着手机 不停地打电话询问朋友 向玄冥则去找了熟悉的护士 说了两句好话 就被送进了手术区 等他再换上洗手服 戴上帽子的时候 就再没人检查他的证件了 林医生 向玄冥找到了 凌然的手术室 态度谦逊的就像一只小猫咪 向玄冥来了 凌然并没有抬头 对着显微镜操作着 您叫的我都不好意思了 向玄冥小心地看了眼 监视一下方的病人 意外地说 必从麻醉 病人不想全麻 苏家福无所谓地抬抬头 反正做得也快 向玄冥绕过扑巾 对病人笑了笑 再转回来看着凌然的操作 凌一生做得还是又快又好 那个好像用不着我帮忙了 马上做完了 凌然手法鲜熟地做着 他最近做断职在职和汤法缝合都不多了 相比之下 反而是吕文斌自己做的 汤法缝合的数量略微上涨 不过 完美级的断职在职和汤法缝合 对一个半离断的手指 实在是轻松至极 是这样 术后让病人做好附件 应该能够恢复原本的功能 凌然很快做完了主要部分 想了想对左词点说 后面的我也缝了 左词点自然点头说好 他现在还是住院医 不免需要一步步地 从缝皮开始做练习 但就视觉效果来说 肯定还是凌然访得最好 凌然低头缝合 左词点反而闲起来 对相学名说道 怎么样 拔职强带得习惯了 哦 还行吧 我们那边比较远 总还能留些些患者 尤其是蓝尾炎和胆囊炎这样的 最近做了不少 相学名说着有点羞难 他在云医 是有跟着做过肝切除等大手术的 到了八寨乡做蓝尾炎手术 自然不是很能拿出手的 腹腔镜做熟了吗 哦 跟着张医生做了好几十例 感觉学会了 那个 林医生 我其实之前就想过来专程说一下 那个 咱们云医每年不是有那个下乡的一展吗 能不能帮我们八寨乡申请一下 能落在我们八寨乡分院最好 凌然听完看向左辞点 那是什么 哦 这个啊 基本就是派几个人去八寨乡做门诊 开一个星期或者两个星期的样子 有时候呢 也带一些仪器 麻烦的检查就送回来做 最后出一批报告 能开药的开药 愿意住院的住院 哦 听起来不错啊 那我们去坐吧 凌然一下就来了兴趣 啊 我们组去八寨乡一诊好了 呃 好是好 林医生 咱们病床都没满呢 您这两天都在急诊室啊 嗯 好 给我三天 呃 不 四天吧 四天我应该就能把病床塞满了 凌然说着要了剪刀 咔嚓一声 好了 完成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喜欢 记得订阅 第七百三十三集 这个 凌然主动要求去议诊 我觉得呀 这是个好事 应当鼓励 啊 愿无会议上 霍丛军轻轻松松地帮凌然将要求提议出来 果然获得了一致通过 并将一诊的位置定在了八寨厢 这种事 正常医生都是躲着走的 有主动要求的哪会阻拦啊 再者说 拦着凌然的事 对于现在的云医主人来说 也是有些无稽了 在这方面看看肝胆外科的科主任贺远征同志就知道了 他能拦着凌然做什么呢 有人这么想着就顺势看消贺远征 并露出了笑容 贺远征的表情都没有变化 被压了就是被压了 他早就看开了 肝胆外科本来就是个小科室 他又是外院来的年轻主任 受挤压早都习惯了 对凌然 他也是兴起过反抗的念头的 如今念头熄灭了 想法也就不同了 医院的科室主任 与其他社会岗位的最大区别 就在于自由和独立性 理论上 一个医生升任科室主任以后 是可以不鸟同行的 院长副院长什么的 还是要尊敬的 卫生部门等直营单位或政府机构 也是要小心对待的 但是并不需要太用心 更不用在乎同行的态度和行为 这一切都是因为技术岗位的特殊性 像是贺远中这样的肝胆外科的主任 他在科室业务方面有什么想法或任命 上级部门或领导 又能说得出什么来呢 其所能做的 无非就是人事调派和财权分配罢了 偏偏医生不像是其他行业 大部分的医院科室主任是没有晋升需求的 尤其是三甲医院的主任医师 大部分人从一开始就没有做院长或副院长的资格 而有资格做院长或副院长的呢 其实都不用理会上级部门的 就是财权分配 科室主任们都不是特别在乎 他们要钱都是从医院里要的 少有从政府里拿的 科室主任们要钱 无非就是需要买设备会搞科研投入 主要还是买设备 而在这方面操作的空间实在太大 以至于根本不是卫生局的一两个科处级干部 所能决定的 唯独需要顾忌的也就是同行了 凌然的断职在职做得再好 贺远征都是不需要在乎的 但是当凌然的干切除做得这么牛的时候 他就不能当作没看见了 为什么上级医生的主任医师 甚至只是一个富高到下级医院来 都能得到格外的重视 乃至于言听计从 贺远征现在听到凌然的名字 都会多想两遍 以免出错 自然不会站出来吸引火力 霍丛军也是看了一眼贺远征 见他没有说话的意思 就轻轻点头将此事略过了 会议很快结束 到散会了 呼吸科的红主任和普外科的主任 各自过来 与霍丛军商议起共同议诊的事 云医各个科室 每年都会有一诊的任务和名额 但科室的积极度不同 通常来说 越是高端专业的科室 就越不喜欢一诊 反而是开展的项目 大众化一些的科室 还稍稍有一些积极性 一诊 说是一诊 也就是免去体检和门诊的费用而已 另外 送一下相能方便看病群众 省去他们奔波的麻烦 但是病人若是被收治了 该缴费的还是要缴费 对科室来说也算是增加了病源 当然 对于云医这样的地区顶级三甲来说 他们肯定是不缺病源的 更别说一诊出来的普通疾病了 不过要是将一诊 看作是必须完成的任务的话 各个科室的积极性 也就有些区别了 呼吸科和普外科 算是相对较大众化的科室 一诊出来的疾病 总有些属于他们日常的治疗谱系的 这次听说有凌然自愿 就想凑个数 一并将任务完成了 过了一会儿 骨科的一名主人医师 和手外科的王海洋主人医师 也跑了过来 他们就更凑数了 心里估计是有将病人 丢给凌然的想法 霍从军呢 来者不拒 凌然是没有门诊经验的 年纪又轻 在霍从军不去一诊的情况下 他也愿意多几个科室的老人 给凌然帮忙 守外科的王海洋 则是好奇地看看外面 贺主人不一起组个团吗 肝胆外科开展的手术类型 本来就不多 有凌然在 一诊出来的肝胆类的疾病 可以大量地甩出来 贺远征有充分的理由来组团的 霍从军笑了笑 没吭声 呼吸科的红主人 点了一支烟黑黑笑道 老贺多说是想趁机 多做几台干切除吧 在场几人 哼哧哼哧发出坏笑 霍从军咳嗽两声 我跟你们说啊 我们凌然可没抢老贺的病人 现在来找凌然的 那都是各个地方医院 介绍过来的 上级医院上级医生的牛气 就在于我能做你不能做的手术 就肝胆科而言吧 五心市医院之类的省内医院 以往遇到做不了的病人 都是直接建议病人去京城或护上 并不会推荐到云医来 现在呢 则有很多医生是推荐病人找凌然 这种互动是一种很自然的变化 也是地位的体现 行了 不说这个了 咱们就商量一下议诊 霍从军向来不喜背地里说人 一句话就将肝胆的事给掠过去了 要出议诊 最麻烦的是行政和后勤方面的工作 医生们反而简单 带着手脚眼睛去就行了 该做什么就做什么 无非是花费一些时间精力罢了 但对议诊的组织方来说 就没有那么简单了 随行的人员安排是一方面 器械和耗材的准备更是少不了的 这其中呢 器械有搬运的麻烦 有维修调试和损耗的麻烦 耗材更是纯粹的开销 带的多了 钱包受不了 带的少了 又怕不够使用的 一番繁忙 真到凌燃等人成行的时候 一周的时间已经过去了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喜欢 记得订阅 第七百三十四集 一番繁忙 真到凌燃等人成行的时候 一周的时间已经过去了 凌燃不光将自己的病床给塞满了 肝胆外科 手外科和ICU 也被占了将近四十张床啊 这么多的病人 就算出院的速度快 管床医生的压力也不小了 凌燃仔细思量一番 说道 左辞点 马燕林和张安民留下好了 于原和吕文斌跟我去医诊 左辞点 想到三人管理一百多张病床的病人 冷汗都要冒出来了 连忙说道 我们三个人管这么多床病人 而且 而且张医生还有肝胆外科的一摊事 小马也不能全天在啊 说到这 左辞点都要佩服凌燃 留下的三个人 两人的编织都不在本科室 等于用的是别人家的劳动力 虽然是历史遗留问题 可也是够呛的 那 从其他治疗组 借两个医生过来如何呢 只要顶三四天的时间 应该就有三分之一的病人出院了 凌燃这次 不光做了肝切除还做了胆囊 根腱和手指的手术 另有多名急诊的小病号 预后好的话 住不了一个星期就能陆续出院 左辞点却是连忙摇头 嗯 借人不行啊 就我们仨借谁过来 都得听人家的呀 左辞点人是老了 资历依旧是新人住院医 马彦林和张安民连急诊科的人都不能算 更是说话不算数 哎呀 咱也总不能借鸡生蛋呢 这要不然 再找两个归陪生过来 今年的实习生也做了一段时间了 也可以叫几个过来 凌燃无所谓的 嗯 可以 我问一下 凌燃说错就错 立刻将电话打给了霍丛军 电话连着电话 不一会儿 从医症科到检验科的医生们都开始频繁的接听起了电话 在云医做归陪和实习生的年轻人里面 少不了有关系户一二代之类的 称不上关系户的也有认识这个认识那个的小背景 对于这些尚未跨入医院大门的新人们来说 凌燃的名气却是如雷贯耳 一方面 是凌燃的年龄和技术 很具有话题性 另一方面 就是零治疗组本身 所具有的吸引力 住院医 月入过五万的治疗组 在云医除了骨科 就只有零治疗组了 就算是关系户一二代们 也更愿意找一份有钱 有前途的工作 此前 凌燃一直没有招人的念头 霍从军也不愿意 依正科的浑水影响到凌燃 这时候 凌燃打开了闸门 就由不得众人激动了 领医生 依正科雷主任亲自打电话过来 说要到明天才能送三人名单过来 左辞典面色古怪地挂掉电话 向凌燃报告 三人名单要到明天吗 没有人了 不是 大概是不好确定人选 雷主任想问问看 你有什么要求的 要是能选的话 最好是可以要能多待几天的 优先要能定科过来的 凌燃也不想训练几天 又换新人 左辞典听的苦笑 答应下来 心道 您这要求就跟没要求一样 得了 让神仙先打架吧 清晨 凌燃没等一证科送来的人到 就带着吕文斌等人往八寨乡去了 归陪医和实习生 虽然是分配到人的 但就管理序列来说 依旧是由急诊中心来负责的 换言之 就是新人来了 会先交给主任或从军调教一番 完全不需要他来担心 长长的车队远速向八寨乡前行 而在国道入口处向学明已是等他望眼欲穿 看到云医车辆的时候 他才长长的舒了一口气 昨天医院将通知发出去 今天一大早就开始有人来等了 要是云医的车来得太晚 就分院那么几个人 解释都要累死 哎 灵医生 向学明兴奋地站在国道招手 头车擦身而过 二车擦身而过 一排车擦身而过 向学明招着手 招着手 表情从热情到寂寞 声音从粗壮到奸细 车队一路前行 速度都没有慢一丝 车内 吕文斌握紧方向盘 跟着前车并面带笑容他 我均早专门煮了一锅的猪蹄 还有猪尾巴 这次要给向学明一个惊喜来着 他有多久没吃过我煮的猪蹄了 非得相死他不可 猪尾巴 鱼园的眉毛挑了挑 没听你说 妈呀 我怎么敢说啊 你知道现在收点猪尾巴有多难呢 放出风声去几分钟就抢没了 我挡都挡不住 一只猪就长一条尾巴 好的都想要 要不是我现在每天要散 反正挺多猪蹄什么的 老板都不让我挑尾巴的 哪里有你说的那么紧张 我在菜市场都是随便买猪尾巴的 猪尾巴和猪尾巴能一样吗 你买的都是短猪尾巴吧 现在还有长猪尾巴吗 那是当然 不是大养殖场的猪就有可能有的 于言一愣 恍然大悟道 对哦 短猪尾巴是养殖场给剪短的 所以有长猪尾巴的 就说明不是养殖场的猪 不是大养殖场的 小养殖场也有可能不减的 不减的很少吧 是啊 猪的尾巴一直动来动去 算起来蛮费能量的 降低料肉比 但如果不是规模养殖的话 就不能割猪尾巴 呀呵 这你也知道啊 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 我还不知道猪尾巴 还有趋纹和保护肛门的作用 所以 虽然不能说短猪尾巴的猪一定是土猪 但长尾巴的一定是土猪了 嗯 哎呀 得 等一会儿见到向学明了 让他吃一会儿 然后啊 我再给你展示一下 我这一盆长猪尾巴 味道绝对不一样啊 要比短猪尾巴还有滋味呢 于言听得连连点头 这就是你带着过碗瓢盆 来一展的理由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喜欢 记得订阅 第七百三十五集 半个小时后 向学明登着自行车 气喘吁吁地回到了医院 就见院子里 已经满是人了 向学明紧张地锁好车子 就狂奔进医院 想看看情况 然后 就见大厅里 直接摆开了一排的桌子 几名身穿白大褂的医生 坐在后面 并挂起了彩色的宣传画 向学明 你跑哪儿去了 吕文斌从后面过来 喊了一声 向学明冤枉他 我 我去接你们 哎呀 你喊人过来 不能自己跑出去玩啊 我 我哪儿是玩啊 我去接你们了 啊 没看到你人呢 我 我刚才就在路口 路口 路口 路口也没看到你啊 哎呀 对了 我带了猪尾巴过来 你要不要试试看呢 向学明立刻不想争辩了 只小声道 现在不行 中午再说 哼 得 下次借的接人啊 哎 别再错过了啊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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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错过 哦 对了 还有点猪蹄和肘子 我给你放冰箱里了 或者送送人什么的 这 多谢啊 向学明张张嘴叹了口气 嗨 甭客气 跟着林医生干活去吧 机灵点 怎么到了乡里人都变傻了呢 对了 巴寨乡的猪好吃不 这边是你自己养猪啊 还是从外面送猪过来的 我 我没注意过 我 算了 我去干活好了 林医生到哪了 吕文斌守一职手术室 向学明拍拍脑袋 看我想什么的 刚来就钻手术室 必须是林医生啊 哎呀 他是先看看你们的设备 器械什么情况 有需要的 肩载补还来得及 你知道 张安民做手术的习惯 和林医生也不一样 他是 代师学医嘛 毕竟不是林医生 手把手交出来的 向学明赶紧看看两边 他可不敢在背后说 张安民的坏话 要是让人听到了 八寨香分院分分钟 就要断手术的 就凭张安民现在的本事啊 想让八寨香分院的手术室 顺利运作起来都困难 相比云华的手术室 八寨香手术室的级别 就要低太多了 层流是不可能层流的 地面都不太平 但是总比九十年代的 医院手术室强 清洁消毒看起来做得也很不错的样子 灵然看了一圈 说不上满意或者不满意 要说手术室的基本条件 八寨香分院的手术室 肯定是达到了 可要说好 也算不上 若是以投资的眼光看 如层流这样的设备 带给手术室的收益并不高 云医的手术室 光是层流设备 就比十个八寨香分院之前 但手术效能提高百分之十 都是夸张了 但是更好的地面 墙面天花板过滤消毒配套 等等方面的提高 带给手术室的优势 就比八寨香分院的手术室高很多了 能用吗 向学明跟在凌然的屁股后面 也不敢多说什么 能用 护士熟练吗 最近做了很多手术了 普通手术应该还是熟练的 好 那就行 我们去门诊 凌然没有再啰嗦 比起她所预想的情况 八寨香分院的条件 还要更好一些 向学明于是在愣愣地 跟着凌然到外面 看着她坐下才移了一声 林玉生 您看门诊吗 一诊每个医生都分配了几个小时 她做诊任务 凌然安心地坐在长条桌的一脚 摆成了姿势 就像一名资深医生那样 只是年轻的过分 帅的过分 吕文斌连忙过来给凌然倒了杯茶 然后向向学明做嘴形 五 四 三 凌然面前忽然就排起了长队 疼的话就说出来 凌然给病人做着腹部的触诊 比起B超之类的技术手段 略显老师的触诊 依旧能够得到大量的信息 故而在体检中依旧频繁使用 当然 影像和触诊等技术 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 更多时候呢还是医生的选择 凌然现在是大师节的体格检查水平 做腹部触诊 准确率比B超都要高 也就不用去占用设备了 病人躺在检查床上 开开心心地看着凌然 口中说道 不疼 不可能疼的 有痛感不要忍着 刺痛 胀痛等等都要说出来 预言在检查床的另一边 站在一个小板凳上 DN字地提醒病人 病人嫌弃地看她一眼 鼻子里嗡了一声 然后就看凌然 这里会疼吗 凌然现在对体格检查 是有自己的见解的 采用的顺序和模式 也与之前略有不同 病人得她提醒 才吸了一口气 疼得不厉害吧 是这样的 就是一点疼痛 你也要说出来 进餐后有疼痛吗 偶尔吧 那餐后一两个小时呢 对 这你都能猜到 林医生你好厉害 是魏溃疡 我才给你开两个检查 你去做了确诊一下 溃疡目前不严重 但应该采用技术手段干预了 凌然没等对风说完 便打断她 这时候 躺在体检床上的男人愣住了 我一周健身三四次 怎么可能生病呢 凌然狐疑地看她一眼 健身了 为什么就不生病了 那健身 健身对身体好啊 该生病的时候 还是会生病的 紧张 劳累 饮食不慎 气候变化 或者烟酒 都有可能引发和加重胃溃疡 你要多加注意 不能掉以轻心 如果不好好治的话 胃溃疡一旦出血或穿孔 就很麻烦了 说不定可能得切除胃部了 另外 还有转化成恶性肿瘤的风险 白症 现在没有 但是有风险 是让你回去好好看胃溃痒 看好了就行了 明白吗 那 真的会得癌症吗 是这样的 胃溃疡是有癌变的风险 但概率比较低 一般在百分之三以下 凌然现在精力药剂够用 经常是科药看书 内科学也看了不少本 该记住的都记住了 那百分之三也不行啊 那现在怎么办呢 男人一点都不觉得宽慰了 慢慢地从检查床上跳下来 这样 见你到医院挂一个消化内科 凌然给出的 就是转转的意见了 要给胃溃疡的患者 看药他也是能做的 但毕竟不是专业的 另一方面 要确诊胃溃疡或相关疾病 可能还要做碳呼吸试验 说不定还要上胃镜 那就不是现在的一诊能做的了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喜欢 记得订阅 第七百三十六集 转诊是急诊课里常做的事 只是如今稍稍麻烦一些 凌然将单子递给对方 就让余元去给解释 旁边的小护士王家不等吩咐 就请另一名病人上前来 依旧是问询的同时 做体格检查 再做出一个基础的判断 凌然的诊断学技巧并不高 门诊的经验趋近于无 但做这种社区诊断 倒也绰绰有余 这一点不像是来云医的病人 常有重疾在身的 需要小心谨慎的对待 八寨乡的一诊 本身就是带有体检性质 大部分都是正常的健康人 多多少少有些疾病 也并不严重 且以常见病为主 现代医学发展至今 疑难杂症依旧是疑难杂症 再多的检查手段也只是辅助 备受推崇的寻症医学 更是疑难杂症的反对党 如今的医生 其实最喜欢处理的 还是那些确定的常见疾病 所谓听见马蹄声响 你首先想到的应该是马 而不是斑马 而对凌然来说 目前鉴定马的技术 是逐渐成熟了 林医生啊 手外科的王海洋主任 喊了一声将凌然给叫了过去 这是 凌然看到的是一个明显 你接骨错了的手指 怎么样 要不要做个手术啊 林医生是我们云医断指在职 做的最好的医生了 你这个手指啊 重新给你接一下 就不会每天疼了 看病的年轻人烫手似的 猛的将手给收了回去 多钱 你有医保吗 就一年一百二的那种 那整个手术做下来啊 大概要一万多块 那 那我再想想 病人不敢接茬 站起来迟疑这离开了 王海洋无奈地苦笑 还以为啊 能做个手术呢 这一个个他门阵看下来啊 王海洋只能向凌冉总总监 继续看下一位病人 他们都是专科大夫 但在这种一诊中 就没有那么讲究了 而来看病的人也都不在乎 与国外专科医生 更高端的想法不同 中国人普遍认为 一名专家级的医生 应当是全面的 最起码一名牛掰的心脏科医生 就应该能轻轻松松地 治疗个胃溃疡什么的 这个 多少是有些受到中医风切的影响 对老医生们来说 既有方便之处 也有不便之处 对凌冉亦依然 在给大部分年轻人们 做完提前之后 到凌冉面前排队的人 就少了 凌冉呢 也不用始终坐在桌子前了 就来回忙碌 顺便帮其他医生 处理轻症患者 两个小时的时间 他光是遇到鸡眼和甲钩炎 就有七八个人 这种外科小病症 放在云医 也就是派之住院医乃至于实习生练手了 也确实没什么做的 原本就是最简单的外科手术码 凌冉今天却没有放手的意思 有轻症病人 当场能做的 就给做掉 来一诊的几名医生 都看得点头 在场的外科医生里 当属凌冉的年纪最小 她主动上手 其他医生的感官 也要好不少 这么看 凌冉还是蛮懂事的嘛 是吧 呼吸客的红主任 和凌冉又去小隔间操作 就拆开了今天的第三包烟 一边点燃 一边笑着说话 啊 说的是啊 医生不坑的 做事还是做得挺好的嘛 普外来了个富高 也是点头赞头 主要还是看患者的感受嘛 凌冉看病是很认真的 王海洋最熟悉凌冉了 哇 这个倒是 这个倒是 还是年纪啊 还是年轻 这个要是年纪大一点 至少能多收几面锦旗啊 洪主任的话音刚落 就见一面锦旗 当先从门外伸了进来 锦旗大字写着 救死扶伤 医德高尚 旁边的小字 则是赠凌冉一声鸢鸢 林医生在吗 我来送给锦旗啊 进门来的水霸王化涛 浑身的自信 他站在八寨乡的土地上 就感觉有数不完的力气 送礼都送得理直气壮 来来来来 抽支烟抽支烟啊 水霸王拿着一盒中华烟 一个个的发烟 医院大厅里来看病的 基本都是八寨乡的本地人 认识不认识的 也都混了个脸熟 水霸王也不吝啬 给医生发烟 给病人也发 拿了烟的他就给点燃 没拿的也不多劝 接着 化涛又让人给拿了一盒子的保温杯过来 每人发一个 并配一盒茶叶 这个我猜你们呢 不一定带杯子了 茶叶呀 是咱们八寨乡自己产的 不是啥明茶 但是山澳里长出来的野茶呀 别有滋味 哦 是吗 那要尝尝啊 洪主任对给自己点烟的人 都特别有好感 当场就让人给自己把茶给泡上 然后一边抽烟 一边给病人看诊 化涛顿时觉得 洪主任和自己是一路人 笑眯眯的走过去 我觉得呀 我们八寨乡的茶配烟是最好的 一口烟一口茶 快活似神仙 两口烟一口茶 给个神仙也不当 感觉以前的乞丐也是这么畅的 王海洋挥挥手 将恼人的烟味扇走一些 乞丐可抽不起中华呢 洪主任甩来甩 化涛递给自己的滑子 挺高兴 就我的观察来说呀 抽中华烟的人 平均寿命可比 不抽烟的人要高啊 化涛一下子乐了 诶 这个 这个抽中华能长寿啊 那我可得好好跟我媳妇 说道说道啊 现在的女人也真是的 婚前呢 我抽烟喝酒 她说我有男人味 婚后呢 就开始叙叙叨叨叙叙叨叨的 一会抽烟有害身体了 一会有抽烟味道难闻了 诶 这个 中华烟是个怎么讲究啊 抽中华烟的更有钱嘛 化涛愣了一下 哈哈大笑 哈哈哈哈 有钱好啊 甭管为啥长寿 长寿就行 诶 对了 我今天提了只野猪 两只野鸡 那东西也滋补得很 大家一会儿都尝尝 啊 红主任笑着点头 都下乡一枕了 吃点野猪什么的 也算是额外福利了 有排队看病的人趁机喊起来 化菊子 简则有份啊嘛 野猪堵吃不到 那野猪都得分一块吧 没有没有没有 野猪多贵啊 我还攒着长寿呢 贵 贵个魔啊 你们仨里自己打的吧 别胡扯啊 现在谁敢用枪啊 反正我是不敢 这野猪啊 是摔死的 化菊一边跟人说闲话 一边递烟 将整个医院大厅 弄得烟气缭绕 仿若仙境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喜欢 记得订阅 第七百三十七集 放在云医 绝对会闹事的情景 在八寨乡里 则有些被人熟视无睹 有的人闻着烟味呢 就自顾自地掏出了香烟 用一手烟来抵抗二手烟 也有的人转身就走 排队也都不排了 几名从云医过来的医生 也有不抽烟的 此时就皱着眉 想说什么 又不是特别好意思 若是只有八寨乡分院的人 这些富高正高的医生 早就开骂了 但是有病人在场 就不能表现得如此粗鲁 几名医生 都是皱眉强忍着 或者干脆起身 到后面躲着去了 这时候 凌然从后面走了过来 身后还跟着 刚刚被剪了指甲 一瘸一拐的病人 怎么 大厅变成吸烟区了 凌然看到房间内的烟 本能的皱起霉来 自从开始做断职在这以后 凌然对香烟和二手烟都是拒绝的 华涛笑呵呵地说 这个八寨乡小地方 没什么禁烟区西烟区的说法的 医院内是禁烟区 去 你们把门窗都打开 凌然说着 让于原和吕文斌去打开门窗 吕文斌和于原快跑两步 赶紧去将周围的大门 都给拉开支起来 这时候 不吸烟的病人们也抱怨起来 是啊 烟有什么好抽的呀 可不 抽烟就到外面抽嘛 嗯 就是说呀 群情激愤之下 排队的人和看病问诊的医生们 都抽不下去了 只能将烟灭掉 再咳嗽两声 以示清白 洪主任也叹了口气 将烟蒂丢在地上踩两脚 摇了摇头 哎呀 只能都活两天了 始作俑者华涛也顺势 将烟蒂一丢笑了 那我也都活两日 啊 锦旗 灵医生 我给您送个锦旗来了 华涛说着 又让人将红燕燕的锦旗 给展出来 红底苗筋的锦旗 有一个人长 一个人宽 下面的穗子 有一只猫那么长 看着非常俗气 不过俗气的锦旗 还是很醒目的 医生们喜欢的 也是俗气的锦旗 谁要是追求新旗 给发一个电子版的锦旗 绝对没有俗气锦旗 受欢迎 多谢 灵然也是收过锦旗的人 倒是几名八寨乡的护士 凑到跟前 有点羡慕 有点好奇地看着 本地医院是锦旗绝缘的 大家此前就是来 调个瓶子什么的 偶尔做了小手术 回头也是一律重重 哪里会送锦旗这种东西 灵医生 您先看病 我下午再过来请几位 华涛东西送到就告辞了 跟前这么多病人 也不是说话的时间 灵然点了点头 陪床的时候不要抽烟 华涛没反应过来 手术结束以后 你应该做了考试题吧 断职在职后的经济项目 还记得吗 华涛一拍脑门 对对对 你说的是这个 我记得我记得 我陪床的时候 一口烟都没抽 绝对的 洪主任听得大咳两声 却是对旁边的 王海洋主任的 这个你们手外科的 对抽烟真是不友好 病人不能抽烟就算了 家属都不能抽烟 王海洋翻翻眼皮 呼吸科的主任 一天抽四包烟 像话吗 这个低脚油的 洪主任从兜里掏出一包烟 拍在桌子上 又咳两声 晚间 苍平区医院派了人过来 设宴招待云医一行 相对云医的体量 一个区医院就太小了 对一诊来的任何一名主任 都得小心伺候着 至于八寨乡分院 原来的医生 能上桌就不错了 云医这次一口气 来了四个主任医师 让苍平区医院的领导们 也是好一阵忙活 相对于五六十岁 年龄正规 长相正规 经历正规的主任们来说 凌然的属性 更令去医院的领导们 感到好奇 奈何凌然并没有满足 众人好奇的兴趣 一杯酒都没喝 就连华涛同志 专门让饭店烧的野鸡汤 都只喝了一口 味儿太重 野猪肉的味道 也只能说是普通 事实上 若是烤酒点的话 那野猪基本就算是白死了 凑上门来的花涛 看出来凌然没吃好 喝了几口酒就大声道 哎呀 这个明天 明天我再给咱整一桌 林医生啊 明天看我的 对了 林医生有什么偏好 提前说一声 我让他们给准备 病人 凌然瞅着窗外黑漆漆的夜 有点寂寞 八寨乡医院显然不具备夜间手术的条件 等于说 他今天晚上只能正经睡觉了 华涛砸砸嘴 猛的回头 喝酒喝酒 来来来来来 王主任 我敬您一杯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喜欢 记得订阅 第七百三十八集 一夜无梦 睁开眼就见窗帘泛着黄色的红色的光 那是炽烈的阳光 照在上面的结果 啊 燕阳天啊 凌然拉开窗帘 挡着光线看了眼外面 就看到了不远处浓浓的绿色 八寨乡 总共就是两三条街道的建筑 但在中心地带 建有一个规模颇大的广场 虽是清晨时光 但是也有许多人遛着狗 散着步 端着绿螺抱着猫 徜徉其中 与广场相隔一条街一条河 就是一座高度不低的小山 站在旅店内 就能看到山上的停台楼阁和庙宇 蜿蜒的小路 一看就很不好惹的样子 洗脸刷牙在下楼 到旁边的小楼里吃早餐 出了门 就闻到熟悉的汽车味 尽管只是三条街大小的小乡镇 但三条街边也都停满了车 路上的电动车 摩托车更是不在少数 凌然嫌弃的皱皱眉 对于肮脏的人工建筑和混乱的秩序 她是极不喜欢的 略次于对原始三连的厌恶 八寨相两样都齐了 也是挺不容易的 随着前方的小食堂里 传来下油锅的呲拉声 不禁让凌然想起拿破仑战争时期的外科医生 那时候对付外伤最好的止血办法就是油泼烙铁烫 早餐推荐油饼是我们这里的特色 坐在小食堂门口的员工低着头玩手机 听见声音就说话 再抬起头来 她看到凌然的下巴 不由到浑身一颤 手机放下人也站起来了 我们今天还做了粥和五道菜 都是自助行事的 另外还有豆浆 旁边有白糖 您要是喜欢的话也可以放 多谢 凌然点点头就进去找盘子 门口的员工诚然若失 小声道 早知道就不耳熟气了 哼 上次你被老板抓住的时候 也是这么说的 被老板开除大不了再找工作 和这样的机会不能比 明天我不耳熟气了 就属在这里 等雷医生来了说话 说什么 我可以给他介绍我们的油饼啊 巴寨乡最有名的就是油饼 怎么有名起来的不知道 何时有名起来的也不知道 至于做法 似乎也没什么特别的 只是脾脆一点 内里略软 以面香和油香味取胜 论口味 若是出身京城的话 说不定会被各方人士赞予一番 但就巴寨乡这样的地方 自然是不受人待见 也就是招待燕饮的时候 能被人提一嘴罢了 凌然用油饼配粥 就着几样小菜 默默地吃起来 只一分半钟的时间 华涛同志就收到消息 奔了过来 手里还端着一盘肉 林医生啊 武定撞击 这个一定要尝尝的 水利局长华涛舔着嘴唇 挺胸抬头气势昂扬 凌然犹豫了一下 这早餐就吃鸡肉 华涛同志将盘子放在凌然面前 这可不是普通的鸡肉啊 武定撞击是云南特色 我这个还是武定撞击里最正宗 最厉害的四公鸡非公鸡啊 洪主任端着盘子路过 看到了一屁股坐下来 瞅着华涛的盘子 就是扇鸡呗 说的那么神秘 来 我尝尝 这个肠是要给您尝的 但您说扇鸡可不一定对啊 华涛将盘子向前推了推 这个四公鸡非公鸡 但它可不是烟公鸡啊 不是吗 洪主任掏出一支烟 看了看凌然 没给点燃 转而在鼻子下面秀了秀 又给挂耳朵上了 华涛很喜欢洪主任的捧根 笃定地说 不是 要是烟公鸡 那就显不出特别来了 谁说的 烟公鸡也够特别了 我印象里海南鸡就是烟鸡 所以才那么鲜嫩 洪主任抖着腿 一副民国老年地主的样子 华涛没有再卖官子 只是重复两遍 烟母鸡 烟母鸡 什么 这母鸡也可以烟 洪主任这下坐定了 并对面前的一盘鸡肉充满了兴趣 华涛笑呵呵地说 所以说是我们五定的特色 别的地方都没有的 就我们五定有烟母鸡的技术 这么深啊 这烟母鸡也就是那样呗 公鸡割膏丸 母鸡去卵巢就行了 哎 连医生应该知道的 他做膏丸切除都好几粒了 这是凌然说的 割了卵巢的母鸡 生长期应该会延长 也没有鸡蛋了 哎 对 所以烟母鸡成本高了 但是原本应该给鸡蛋的营养 可都到肉里面去了 再一个 你们医生可能觉得 烟个母鸡不难 那养鸡的可不这么想 就不说别的 我们单位一个小姑娘养她猫 送去宠物医院里去 烟母猫都比公猫贵呀 嗯 有道理有道理啊 红主任连连点头 并分了一支烟给华涛 再拿起筷子看看凌然 凌医生啊 您不动手 我可就动手了 哦 那就尝尝 凌然也不客气 拿起筷子加了一块鸡肉 怎么样 如何呀 嗯 很难 是吧 我们五定状鸡讲的 就是一个鲜嫩 而且啊 烟过的母鸡生长其长 其实味道更好 就是成本高了 另外呢 母鸡烟割以后 它就长官子了 体重也变重了 口感上就趋劲于公鸡了 是取两者之成 华涛自己就夹了一筷子 剩下的时间就在旁边介绍 凌然和红主任 你一块我一块 却是将半只鸡都给分食了 华涛这时候不轻易地说 喂 林医生啊 我听说您和护士的骨关节 与运动医学中心的住院 是认识的 嗯 没错 那个 能不能给做个介绍啊 华涛的眼神 已是满怀期待了 凌然没有绕弯的意思 直接问 介绍做什么呢 啊 这个 说来也巧 我们区长夫人 最近膝盖的滑膜岩饭了 听说骨关节 与运动医学中心 是咱们国内 治这个最好的 就跑去了护士 结果人生地不熟 虽然说是 托关系挂了个专家号 但是考虑着 要是能请住院士看一下 那就更安心了呀 住院士早都不坐着了 哦 是是是 我明白的 主要就是担心 要是能请住院士看一下 也能安心一点啊 华涛其实是自作主张 区长的人脉 比他广到哪儿去了 到了护士也是找了人 安排了专家的 只是要联系到住院士 比较有难度 华涛却是看到凌然 并了解到他和住院士的关系以后 兴起了念头 洪主任咳嗽两声 这个花旧长啊 你找住院士也没必要啊 就护士的专家来说 一个西关系的滑膜炎 随便谁都可以做了 这个说是怎么说呀 这人生病了就着急 我们主要是提着猪头 拜不到庙门 明看这样如何 我们就按飞刀的价格走 华涛在老婆做断职 在职的时候 就了解过飞刀了 现在要能联系到住院士 他都准备自个儿出钱了 提着猪头 拜不到庙门的 同样可以是说他自己的 洪主任眉毛一条 这住院士开飞刀 可不是一般的假 有情价都得七八万了 到了住院士这一集的 每一把飞刀都是有情的 华涛觉得有点贵 咬咬牙还是说道 行 这个八万块也没问题 凌然掏出手机 哦 我发个微信问问 哎呀好 太好了 谢谢您了 我晚上给咱弄条鱼来 绝对好吃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喜欢 记得订阅 第七百三十九集 妈 现在过去吧 时间到了 哦 走走走 局长夫人曹璐坐起来 看着白黄黄的墙 和满屋子的人 有些发晕 她的儿子儿媳 女儿女婿 以及侄子和侄媳妇 都来了 除此以外 娘家的表妹 向来与自家走得近 这次也是全程陪同 尽管身边不缺人 但曹璐心里依旧是不怎么安稳 滑膜炎要说是不严重的 可她的滑膜炎已经有三十多年的病史了 一直采用保守治疗 期间多次不良于行 以至于卧床不起 这一次终究竟就是没能自己好起来 想到有可能要始终卧床的前景 曹璐又怎么能觉得安稳呢 身边人再多 轮椅再方便 也不如自己走路舒服 而且现在病房里围着一群人 甚至还有更多的人挤都挤不进来 但曹璐知道 一旦自己身为区长的老公退位 儿子女儿能常来 就很不容易了 姑姑您别担心了 咱们现在不是找了住院是吗 要她给您看病 最多僵养一段时间 腿脚也就利索了 侄媳妇是个会说话的 而且说话也好听 算是曹璐比较喜欢的后辈 可是今天 曹璐的心情无论如何都欢喜不起来 只闷闷地道 住院是也能活死人肉白骨 生病了就是生病了 你说 偏偏是膝盖骨 我这就是少个胳膊 我也无所谓呀 妈 大不了让住院是给你动个手术 咱们回去休息上几个月半年的 不就是好了吗 做儿子的一直是赞成做手术的 奈何曹璐始终是害怕 这一次曹璐却是松口了 能好就好了 到护士的骨关节运动医学中心来 就是来咨询手术的 否则的话 曹璐又何必跑出昌西省 要是在省内 特别是在云华 他办什么事不方便 找哪个专家找不到 而这一次若非是那个老来送鱼的水利局长帮忙 他竟然联系不到住院室 老实说 曹璐反而对此更有期待了 明医就应该有明医的架子 要是来一个病人就看一个病人 一个明医一年能看多少个病人 要是连一个仓平区的区长的面子都落不下来 这身为仓平区的区长夫人 曹璐还真不信他能有多大的本事 诊疗室 住院室静静地坐着 手里端着本书 神叹悠然地看着 要说忙 住院室确实是蛮忙的 一年四季的全国乃至于全球各地的奔波 日常往返于医院学校政府机关 还要做手术保持手感 带学生看论文 并自己做实验和写论文 不过在做事的间隙 住院室其实也有闲暇的时间 就像是现在 等待病人期间 他就可以悠然自得地看书了 他已经是七十岁的人了 虽然身体康健还能上台做手术 但是要说像是年轻人那样 风风火火地走路 一台手术接一台手术地做 谁都知道是不可能的 住院室的做法还是减少数量 提高质量 就像是做手术 他一年下来包括指导手术 就做个一百来台就行了 看病人的数量更是严格控制 但是就质量方面 住院室又是竭力提高的 比如现在 他虽然有很多工作要做 可住院室宁愿坐在诊室里 等待病人 也不希望病人坐在这里等他 只有那些四五十岁的年轻医生 才会觉得 节省时间多看病人是正确的 年纪大了才知道 节省时间多看病人 只是多遭罪 多得罪人 多多损伤医患关系罢了 没有哪个病人 在乎你一天看了多少个病人 又多看了多少个病人 哪怕他本人就是得益于此 他也不在乎 病人们只是确定地知道 你匆匆忙忙地 减少了他的看病时间 增加了他的等待时间 降低了他的就医条件 曹璐坐着轮椅 被儿子推了进来 来了 住院室听到门响 就放下手里的书 住院室 曹璐赶紧打了个招呼 他身后除了儿子 还是跟随而来的 主持医生和管床的住院医 普通主任的查房 与住院室的诊疗 显然是两个概念 住院室没有管医生们 但对曹璐是和颜悦色的 拍拍面前的检查床 来 坐上来 自己能上来吗 曹璐艰难地站直了 最后还是在儿子的帮助下 才躺在检查床上 与此同时 两名随同而来的医生 将各种片子都插到了灯箱上 现在的医院系统里 各种影像片 其实都能调出来 骨关节与运动医学中心的 医院系统尤其贵 效果尤其好 但是 如住院室这样的老年医生 依旧喜欢传统的影像片的看法 底下的医生就只能顺从地 准备灯箱和实体片子给他们了 此共振 CT CT X光都拍了 好 我做个简单的检查 住院室此前 其实扫过一遍曹璐的影像资料 此时再瞅了一圈 就开始做体格检查 曹璐稍微有点紧张地看着住院室 他病了这么多年 看过很多相关的介绍 了解过很多相关的信息 早在几年前 曹璐就曾想找住院室看病 未能成功 这一次 他是将希望都放在住院室身上了 只是一直在做保守治疗 住院室的关注点并不在病情本身 病情是明确的 治疗方案也是很确定的 但病人的态度才是决定性的 做了好多治疗了 西医的 中医的 打针吃药之类的都试过了 膝盖以前没有这么疼 用点药走一段路都没关系 后来疼得厉害了 我才让司机接送 自己就尽量多休息 现在主要是太疼了 快要生活不能自理了 啊 那你现在什么想法呀 保守治疗能好吗 很难讲啊 肯定要恰大企量了 服作用会更大 效果也不一定好 那手术的话 能好吗 你想恢复到年轻时的样子啊 肯定是不可能了 日常行走 生活自理 还是比较容易做到的 但我听说 做过手术以后 膝关节用不了几年 就不行了 嗯 有可能 但是目前来看 你对膝盖的运动能力 已经很差了 手术的手益 还是很大的呀 曹璐有点迟疑 他儿子忍不住说道 妈 有朱院士在这儿 你还担心个什么劲啊 曹璐是当局者迷 这时候猛然醒悟 连忙说道 朱院士 不好意思啊 我就是有点怕 怕做手术 但是 您如果觉得 确实应该做手术的话 那我就做 哇 滑膜炎的手术很简单 现在可以用关节镜做 创伤也小 恢复也好 那个 朱院士 您可以给我做吗 我做也可以 不过 你们为什么不找凌燃做手术啊 关节镜手术 他做得比我好啊 在助灵根腱修补术创生以后 朱院士从不忌讳赞扬凌燃 她都是笨七十岁的人了 在强调自己的手术技巧毫无意义 相比之下 朱院士倒是很愿意将凌燃给捧起来 而且凌燃也值得她捧 曹璐母子却是有些发愣 迟疑地问 凌燃 凌医生 好像很年轻啊 做手术不光讲经验 还得讲天赋 讲灵性 刘维辰之前是我的病人 手术方案确定以后 也是由凌燃做的 这样 你们再多了解一下 如果确实是想让我来做的话呢 我就来做 如果你们有其他想法的话呢 我们再聊 好不好啊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喜欢 记得订阅 第七百四十集 苍平区医院 八寨相分院 大厅里人来人往 热闹得像是感激似的 远路赶来的人 带着仆仆风尘就来看病了 其中大部分 都是为了省下一期检查的费用 对许多人来说 医院的检查费用是相当不少的 尤其是CT之类的大机器 动辄就能花掉许多人一个月的收入 若是能够免费做一次的话 就值得跑一趟了 影像科的医生们因此忙得不可开交 他们带来的都是便携式的机器 加上八寨相分院原有的X光机 一个小时也坐不了几个人 好在读片不用他们来负责了 资料传到云医影像科以后 自然会有坐在办公室小格子间里的影像科医生 去熟练而痛苦的读片 凌然一会儿给普外科的主任帮忙 一会儿给手外科的王海洋帮忙 他的门诊经验太少 独立看病的效率也低 另一方面 凌然也想学一学他们的做事方式 急诊科的门诊 与专业科室的门诊毕竟不同 而王海洋和普外科的主任 却是经验丰富的门诊医生 他们每周都要坐诊半天到一天的时间 既要收入足够多的病人 用以保证科室的运转 又要尽可能地解决病人的医疗问题 在这个过程中 医生亦有自己的生存之道 收入院 开药 还是进一步地检查 转诊 还是介绍去其他医院 都需要医生们在几分钟的时间内 做出决定 而要询问出足够多的信息 更是对医生的问诊 有相当的要求 凌然只是体格检查的 技能水平提高了 可对于门诊来说 仅仅体格检查 显然是不够的 凌然跟着两名主任 一边看一边帮忙 算是补上了许多住院医 至今都不熟悉的课程 在云华这样的医院里面 住院医的大部分上班时间 都是在病区和手术区里消耗掉的 因此 入职医院一年而未曾去过的 门诊的住院医大有人在 要想参与到门诊中去 通常需要医生拿到主治的职称 而在此之前 他们参与门诊的时间 可能不足一百个小时 凌然最近几天就已经补了 三四十个小时的门诊功课了 由于来看病的病人太多 以至于云医的一诊团 不得不增加问诊的时间 现在他们早上八点钟开始看病 要到晚上六点钟才结束 算是那些因为检查等事 耽搁的病人 真正到下班的时间 可能已经是晚上七八点钟了 不过一诊有个好处 就是大家都当作出差来做 也不需要按时回家什么的 时间稍晚一点呢 也就晚一些了 凌然更无所谓了 她平时待在医院里的时间更长 相比之下 吕文斌和于元的工作就轻松了 两人都是急诊科医生 进入医院以来 不是在急诊室里处置病患 就是在手术室里给凌然做辅助 就是到现在 吕文斌能独立做下来蹚发 却也是不会做门诊 而且她想凑到哪位主人跟前也不合适 人家都带着自己的小弟呢 让凌然跟着是没问题 再让凌然的小弟跟着 不管是王海洋还是浦外主任 那都有些不自在 于是二人无聊地跟着打杂 哪有需要就去哪干 干着干着 吕文斌就自动自觉地去了厨房 乡下的猪蹄又肥又大 散发着淳朴的味道 不颅几锅 实在对不起吕文斌特意从云华带过来的老汤啊 当然 那么宝贝的老汤是不能全带过来的 云华每天要送的猪蹄也不老少的 所以吕文斌也只咬了几勺 尽管如此 吕文斌亲手煮出来的猪蹄依旧是毫不逊色 最重要的是 八寨乡的猪肘子啊 猪尾巴 乃至于猪头 都是一样的蠢朴 吕文斌只用了两天时间 就向大家证明 他依旧是医生里最擅长卤肉的 吕医生 来两个猪蹄 再加根尾巴 两名仓平区医院的医生过来说了句 就对着桌面上的二维码扫了扫 系统给自动免了两块钱 打头的医生笑了 吕医生 你搞的这个二维码很专业吗 找人帮忙给弄的 可以啊 谁啊 客气客气 你们喜欢就行 就是找人弄的 吕文斌乐呵呵的 他确实喜欢看人家喜欢吃 自己猪蹄的样子 在自己尚未成为一名牛掰的 外科医生之前 猪蹄带来的乐趣 也是不亚于一次手术的 打头的医生 将猪蹄和尾巴放到饭盒里 问一句 你们灵医生还没结婚对吧 有女朋友吗 吕文斌挑挑眉吗 怎么 你想干什么 我们副院长的女儿 今年刚毕业 去医院的医生带着期待的 咱给签个线 你问灵医生好了 问我做什么呀 吕文斌才不想掺和这些呢 你们灵医生看着不好说话 再说了 这种事情得先侧面谈一下嘛 要是直接捅出去 有时候就把事情给弄坏了 你是说当没人 吕文斌看着对面酒糟鼻的医生 有点好笑 一个喜欢吃猪蹄的酒糟鼻 是一个可爱的酒糟鼻 喊人当没人的酒糟鼻医生 就是一只普通的酒糟鼻了 不是 我跟你讲 我们副院长是 那个保健医生 明白吧 做仓平区医院的副院长 那是人家的能力 等风起来了 哎 转眼间高升了 你们灵医生家里面 是开小诊所的吗 给我们副院长当女婿 那美着呢 给领导做保健医生 是成为医院院长的 重要指标之一 吕文斌愣了愣 还真有些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此时 酒糟鼻的手机震动起来 哎 告诉你一声 区长准备到巴寨香分院来 赶紧过来开会 啊 什么 巴寨香 他上这来搞忙啊 一个大区的区长 还是相当忙的 在他的印象里 区长去区医院的次数不到三次 到巴寨香分院来就更奇怪了 仓平区医院的管理权 虽然并不全在仓平区 但依旧要受到区政府的管理和影响 对医院职工来说 就更不能掉以轻心了 电话里抱信人的声音降低了许多 我跟你说啊 小道消息 区长夫人想找云医的灵染做习关节手术 区长有可能是过来接个善缘上的 你说话小心点啊 副院长的事先别说了 酒操笔缓缓缓刮掉电话 再转头向吕文斌挤出一个难看的笑脸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喜欢 记得订阅 请不吭 请不吱 Professor